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七十七集火山闭关 重新回到火山群山脉后,他寻到一处天然洞穴,进入后立刻把洞口封死,并用一些碎石不层层阵防,这才盘膝作地 做完这一切,王林面色极为苍白,他在狱外战场受重伤,神石全部溃散 仅凭一丝急石,显之又显得逃了出来 出传颂证后,他不顾伤势,把那丝寂静神石散出 目的就是为了掩饰伤势,从而方便离开,另逆他处疗伤 此时,他深吸一口气,闭目仰神沉静在石海之中 王林的石海是一片金色的海洋 这海洋绝大部分都被一层灰蒙蒙的雾气掠罩 只有很小的一处,位置没有灰窝 一道道黑色的光刺隔绝了灰色雾气 一把绿色的三寸小剑孤零零地树立在其内 那些光刺正是从他的剑身上散出 仔细去看,可以发现那小剑剑身上有着几道深深的裂痕 在石海的另外一处,还有一个空白剑 一个灰秃秃的石珠飘在其内 在那珠子石杖之内,任何灰雾都不敢靠近 王林的石海除了这两处位置外 其余的地方全部都是雾气 突然,石海内的灰色雾气浓郁地翻滚起来 在金色海洋内,猛然间冲出一道红色的闪电 这闪电一出现了,它四周的雾气立刻退去 王林之前的神石尽管崩溃 但最终凝炼出的一丝极石 这极石实际上也是神石的一种 只不过其品质要远远超过王林之前的神石 王林之前的神石尽管庞大 但在那戒律法则之下,可谓是不堪一击 但吉时则不,它可以硬扛法则 最终更是顿逃出来 其威力由此可见一斑 这红色的闪电就是那一丝极石 闪电所过之处,挥舞纷纷避让 即便是那金色的海洋也从波澜不惊的状态中激荡起来 须逾间,那红色闪电便来到三寸小剑所在之地 漠然间冲了出去,在那小剑身上一闪 顿时,绿色小剑发出强烈的剑鸣之声 紧跟闪电之后,与之一前一后冲了出去 两道长虹在挥舞中穿梭 带起金色海洋的阵阵巨浪 瞬间便来到石珠之处 以同样的方式带着石珠冲出挥舞 王林猛然间睁开双眼 双手掐绝,一点眉心 顿时两道虚幻之光从他额头冒出 一个石珠一把飞剑,安静地飘在半空 王林看都不看一眼,重新闭上双目 红色闪电在石海内又穿梭了许久 最终再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后 电光一闪,重新钻入金色海洋内 消失不见 灰色雾气重新把空白之地覆盖了 最终变得与往常一样 整个石海安静下,在那金色海洋的深处 红色闪电静静地停滞 慢慢地吸收着海洋内的能量 王林能清晰地感受到 即使在金色海洋中渐渐地壮大着 这种速度尽管极为缓慢 但却稳定地增长 若王林能一直不死 或许千万年后 他会壮大至当初神石般大小 若真有那一天 恐怕戒律法则在他面前也会黯然失色 寂灭空间,去留随意 王林沉默少许 抬头望着身前两道虚光 右手一翻 手中出现两个储物袋 他当初得到的三个储物袋 法宝依然全部用在对抗戒律法则上 至于里面的材料 他当初在狱外战场制作龟甲悬灭阵时 曾把储物袋内的物品分成三份 此时他心念一动 从一个储物袋内 飘出一块手掌大小的黑色铁片 这铁片的样子 分明就是一整套胎甲中的一块 王林沉默片刻 他现在最大的弱势 就是对于修真材料的认知极为不足 比如现在 尽管手中两个储物袋内材料众多 但他却有种入宝山而不识的无奈感 这铁片呢 是他少有的几个认识之物 这是一块晶体 之所以认识晶体 这还是当初他在横跃派时参加的那次内门弟子秘密交易会中 看见有人拿出指甲盖大小进行交易 知道这是炼制飞剑的重要材料 他收起储物袋 暗自决定闭关后定要下大力度 寻找记录材料的预见 王林把铁皮抛起 右手一点飞剑虚影 那虚影立刻闪烁 冲进铁片之中 铁片中心点立刻亮起一道绿光 迅速蔓延开 最终嗡的一声啊 散发出一道剑气 王林眉心紧皱 苦笑的看着巴掌大的铁片 心里颇为欲望 他不会练弃 制作不出剑皮 眼下只能如此 随后他心念一动 那铁片立刻闪烁一下 在原地消失了 出现在王林身后 不过铁片的大小却整整缩了一圈 且四周边缘散发出红光 低下树滴铁水 王林暗叹一声 待铁片温度降下来后 收入储物带里 随后他把目光投向石珠虚影 一种灵魂与之相连的感觉 顿时涌现 王林心中一动 右手一招 那石珠虚影立刻飞来 落在手心后渐渐凝食 石珠上面的图案 依然还是两片树叶 王林二话不说 拿出从农舍弄到的木桶 打开盖子后 把珠子扔进水里 片刻之后 王林取出珠子 咬出清水喝了一口 顿时一股灵气自体内出现 王林立刻把剩下的三个木桶都拿出来 分别浸泡了珠子后 盯着石珠 石砚是否还可以进入梦境空间 当再次来到梦境空间后 望着四周熟悉的景物 王林沉默少许 迅速向前飞去 时间不长 他来到司徒南园英之地 司徒南的园英尚在 只不过已经缩小到只有正常人的十分之一大小 与之前相比 简直就是天地之差 袁英全身暗淡无光 神情更是萎靡不振 双眼紧闭 在袁英身边呢 有两个微弱的光团一左一右挑在一旁 王林留下两行泪手 对着光团跪下 重重地磕了几个头后 他盘膝坐地 翻出四个木桶放在身边 拿起其中一个狠狠地磕了一大口 立刻吐纳起来 王林的体内没有半分灵力 所以他需要从宁气期重新修炼 不过呀 无论是王林也好 马良的身体也好 都是经历过宁气期的过程 所以此时轻车熟路 随着王林的吐纳 他的修为飞快地恢复着 时间匆匆流逝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说是一年呢 实际上在梦境空间内 已经过去了近七年 这一年的时间 王林无论是在梦境内 还是在梦境外 全都用在了土那上 灵气清水 他也出去补充了数次 早在梦境空间的第三年 王林已经达到了 宁气期第十五层 又用了两年的时间 进入筑基初期 随后的一年多 他终于恢复了以前的修为 筑基中期 凭着寂静神时 王林对于任何筑基期修士来说 那都是天敌 甚至杰丹初期 王林也有自信 可以一平 若是他到了筑基后期 那么杰丹初期的修士 王林又七成的把握杀死 同样的 若他可以杰丹 那么元英七以下 他将是整个修真联盟第一人 这就是寂静的威力 寂静神时与王林自身修为的关系 就好比是鱼和水 即时虽强 但若没有修为在背后支持 即便是强 也无法持续下去 只有修为提高后 即时受其滋养 才可慢慢壮大 才可有持续之力 修为越强 即时的威力 就越能全部施展开 此时的王林经过这七年的修养 马良的身体已经彻底的融合 再也没有半分不适 只不过他身上的冰冷之意 也越加的浓厚 仿佛一座万年不化的冰山一般 没有人可以融化 王林右手一挥 打开了密封的石门 走了出去 此时外面地波蓝天 晴空万里 王林的身子一动 顺着山脉 向着一处火山口飞去 他刚才从梦境空间内出来后 神时立刻察觉到四周火山中 有一股目鼠性的灵力波动 没过多久 王林来到火山口 向下一望 只见火山内散出暗红之光 阵阵燥热之气 扑面而来 王林目光一闪 二话不说 身子挑了进去 引力数控制下 慢慢地向下探寻 坟金山脉 是火坟国内的一条著名的火山群 这里之所以著名 是因为此地 生产一种叫做坟金果的炼丹药材 这坟金果是炼制熔灵丹的重点药材 对于火坟国的修饰来说 天地之间的灵力充满了燥热的火属性 若是长时间吸收土呢 必定会对身体产生极大的伤害 所以 熔灵丹作为一种可调解西式火属性的丹药 备受修饰的喜爱 可以说这熔灵丹是火坟国消耗量最大的丹药之一 而制作熔灵丹的丹方有数十种之多 效果有加有次 但最受欢迎的还是首推以坟金果为主位药草 炼制而成的熔灵丹 这坟金果只在火山口深处生长 且必须是火山群脉才可 若是单一火山那无法生长出焚金果 每到焚金果成熟之际 四大宗派都会有弟子前来摘去 这焚金果的生长颇为神奇 不能早不能晚 只有三天的成熟期 这一日 四个门派早早的就派了弟子前来 每一派都占据着一座火山口 对于这等需求量庞大的药草 火焚国四大宗派早就有了协议 彼此之间倒也不会抢搏 施阴宗的弟子一共三人 其中两男一女 背后都背着一口观目 此时正站在一处火山口外 等待采摘的时间到来 时间慢慢过去 眼看其他三座火山口 已经升起了一团充满芳香的亲戚 三个门派的弟子也纷纷跳入火山内 施阴宗的三人露出疑惑的表情 那女子皱着秀眉 说道 马师兄 你看这是为何 马姓男子也是眉头紧索 说道 兴器代表着焚金果已经成熟 可以进入采摘 按时间来说 四个火山口内的焚金果 应该是同时成熟才对 周师兄 你看我们要不要下去看看 周姓青年呢 沉吟少许 摇头道 还是等等吧 如果亲戚不出 没有他来溶解火山内的盐毒 我们若是下去了 一定有危险 时间慢慢过去 眼看其他三个火山口的亲戚 越来越旺盛 三人心底 越加心机 周姓青年一咬牙 说道 罢了 下去看看 说着他正要跳下 就在这时 忽然一道冰冷之气 从火山内传出 紧接着 一个充满寒气的青年 在三人目瞪口袋中 从火山内飞出 在他的肩膀上 扛着一根一人多粗的紫色藤条 藤条上密密麻麻的结满了坟筋果 这人呢 正是亡灵 他出来后 看都不看三人一眼 转身就走 刚才在下面时 他就察觉到三人 当时他正头痛 如何取果 这果子只要一摘下 立刻就会被四周的燥热之气冲散 化为乌有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